欢迎收听大安纪时,我是吕鹏 韩东升迅速赶赴外地 调取了丁林在宋清云死后的活动轨迹 很显然,这个女人远远没有她老公那么懂得掩饰行踪 虽然也经过了刻意尾事 但我们仍然查到她在宋清云出差之后不久 也赶去了宋清云的出差目的地 但到了地方,丁林的行动开始变得诡秘起来 从火车站出来之后 她就开始大街小巷各种穿梭 很快就不见了踪迹 即便是四面八方的摄像头林立 那些曲折回转的理论里 还是存在着很多监控的盲区 瞪着酸痛的眼睛 盯着屏幕观看的时候 我有种错觉 冥冥中有种力量 让这夫妻俩用同样的方法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丁林在那儿仅仅待了两天 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见了什么人 做了什么事 能够查到的是 两天之后她拖着一个行李箱 重新坐上了返程的火车 独自一人 我们再一次马不停蹄的赶去了案发的城市 第一站是徐亚丽的家 徐亚丽虽然人际关系复杂 但家庭关系十分简单 父亲早逝 母亲还在 身体硬朗 见到我们时 这个老人神色凄凉 一头乱蓬蓬的白头发 看得出来 还没从悲痛里缓过劲来 交接案子的时候 当地干警说过 已经走访过她家一次了 没什么发现 也没什么异常情况 我们跟老人聊了几句 没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老人家一脸悲痛 有气无力 看上去也问不出什么了 临走时 老人坚持要送我们出门 我看到门旁边的鞋柜里 有双崭新的皮鞋 好奇地问她 这鞋是谁的呀 一个独居老妇人家里 怎么会有一双男士皮鞋呢 啊 丽丽给她老舅买的皮鞋 现在人走了 我那天呢 无意中翻出来 看着难受 放在那 打算扔了的 为什么要扔了呀 崭新的 怪可惜的 等哪天她舅舅来了 你交给她不就行了吗 老人没说话 顿了顿才说 那老混蛋 几年都不来看我一次 给她留着干什么呀 丽丽生前也不喜欢她老舅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想起来要给她买鞋 这句无意的话 挑起了我的兴趣 我想了想问 徐亚丽的舅舅 叫什么名字呢 吕栋梁 问这干什么呀 韩东生的眼睛 猛然就瞪大了 我也有些激动 想想 还是和老人告别离开了 走出徐亚丽家 我的心呢 猛的亮堂起来 一个勾搂的身影 渐渐变得清晰 韩东生没记错 这个名字 我们很熟悉 发现两具尸体的厂房 那个老眼昏花的糊涂老人 就叫吕栋梁 徐亚丽的舅舅 就是宋青云 徐亚丽被抛弃的 那个废弃厂房的看门人 事情啊 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 徐亚丽的社会关系 摸牌的也差不多了 一个高大的身影 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 通话记录显示 半年内 有个叫高飞的男人 和徐亚丽频繁通话 似乎关系不一般 高飞是在酒店做销售的 英俊 高大 嘴巴也甜 比徐亚丽还小几岁 两个人虽然是同事 但工作性质原因接触不多 表面上看关系一般 不过徐亚丽的一个同事 八卦的告诉我们 他在酒店亲眼看到过 高飞开着徐亚丽的车离开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可以直接开上徐亚丽的宝马 两人的关系不言而喻 我们迅速传唤了高飞 并在他的家里 做了痕迹检验 很遗憾 没有发现 关于徐亚丽死亡的 竹丝马迹 甚至连徐亚丽的指纹等 痕迹物证都没有发现 从现场勘察来看 徐亚丽好像从来都没去过 高飞的住处 这个一脸无辜的男人 表现得很镇定 除了对同事被谋杀 表现出震惊和例行 公事般的悲痛 他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破绽 或许是出于警察的第六感 见惯了狡猾奸诈的匪徒 这个男人给我的感觉很不好 突破是从一个细节开始的 检查高飞室内物品的时候 有条裤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力 酒店对形象非常注意 所以工作人员 无论男女 都是西装革履 皮鞋正亮 高飞家里有很多套装 这倒不奇怪 不过看到整齐排成一行的 几条熨烫整齐的西裤时 我还是有点吃惊 我饶有兴致的 一条条翻看那些平整的服装 旁边的寒冬生啊 都有点不耐烦了 师傅 这有什么好看的呀 再说衣服都已经洗过了 就算是有痕迹 肉眼也难以发现 我的手 在随手挑起的一条裤子上 停了下来 我看未必 东生啊 你看这条裤子 有什么不同吗 韩东生凑近看了几眼 迷惑的问 这能说明什么呀 不就几个破洞吗 可能是抽烟烧的 很正常啊 不对 抽烟烧出来的洞啊 比这个要大 边缘比这个要整齐 这洞太小了 周围痕迹残存 像是被什么东西慢慢砍掉的似的 最重要的 你什么时候见过抽烟烧的洞 是在裤脚上的呀 我提醒他 再仔细想想 什么东西可能造成这种孔洞 几秒钟之后 韩东生的眼睛亮了 酸液 他大声的说着 掩饰不住的兴奋 是溅在裤脚上的酸液 酸液的腐蚀没有那么快 所以当时发现不了 但慢慢的就会在衣服上 腐蚀出细小的孔洞 如果我没猜错 高飞去过抛尸现场 他肯定和这两桩谋杀案有关系 韩东生若有所思的说 但这定不了他的罪呀 我们还需要更加确凿的证据 我说 提取他的DNA 比对宋青云车上的男性DNA 案件侦破呀 有时候很邪门 一旦理顺了其中一个点 后面就像是被涂上了黄油似的 视如破竹般的顺化 对于真相的追寻 从这一刻开始 如同过山车 慢慢攀上了顶峰 然后停顿几秒 狂风一般 呼啸而过 宋青云车辆上的DNA 的确属于高飞 坐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这个男人脸上满是惶恐 但在我看来 这可不是他的真面目 如果这两起谋杀案都出自他手 这个人不可小觑 果然对他的审讯并不顺利 关于宋青云车上有他的DNA一事 他不否认 但却坚称自己对谋杀案毫不知情 继续问下去 他呢 开始装傻 一会儿痛哭流涕 一会儿拍案而起 但就是始终咬紧牙关 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关于案件的线索 不得不说 我们确实缺失了一个 侦破最关键的环节 第一现场 这个巨大的困惑 如同一座山一样 横跟在我们的面前 至今没有发现案发的第一现场 这让我们始终无法掌握案件的主动 没有现场 就难以找到杀害宋青云和徐亚丽的直接证据 我从来没见韩东升抽过那么多的烟 他一根一根的吞云吐雾 像小老头一样勾搂着背 愁容满面的坐在酒店前的露天椅子上 一句话也不说 我仿佛看见了十年前的自己 那个意气风发的年代 我也会因为一个破案的难题 纠结很久 仿佛浑身的力气都被束缚在体内 急于找到一个突破口 喷搏而出 我抬头看看面前金碧辉煌的酒店 巨大的落地玻璃像是一面面镜子挡住了外部的注视 让每一个入住其中的房客都隐藏在不可告人的秘密之中 光鲜亮丽的背后那些龌龊都披上了道貌黯然的外衣 被一道房卡隔绝在阳光之外 房卡 突然间我一个机灵 像是被飞来的子弹击中了 我一把拉过 已经被烟雾包裹的韩东升 飞一般的跳上警车 呼啸着一路狂奔 韩东升还没开口呢 就被我一句话噎了回去 酒店客房 申请调取酒店所有的监控 查看监控死角下的酒店隔间 物品储备间和阳台 韩东升的表情渐渐变了 刚才的沮丧一扫而空 脸上重新挂满期待和胶着 对于徐雅丽和高飞来说 酒店是他们最熟悉的地方 那些平整宽阔的走廊 和摆放整齐的房间 是他们了如执掌的所在 甚至这个高楼里的每一个摄像头 想必他们都烂熟于心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提取酒店监控 苦熬了三天四夜 我们终于从一个不易察觉的半个画面里 发现了一只一闪而过的角 是宋清云 虽然只有一条腿 但我认得那双别致的鞋子 在丁林家的合影上 我见过那双褐色的尖头皮鞋 从轨迹来看 他从酒店走廊的侧面走向电梯 然后消失了 防火楼梯和电梯的监控里 都没发现他的踪迹 几个小时以后 镜头侧面出现了徐雅丽 他推着一个装满行李的行李推车 一路下到了大唐 然后把推车推到了停车场 断接之后的视频显示 行李箱被一个一个装上了两个载着客户的车辆 然后离开了 韩东生瞪大了眼睛 逐一比对了行李箱 终于发现有一个弱大的行李箱不见了 我们迅速对那个楼层拐角的位置进行了检查 发现只有一个存放酒店物品的隔尖 是不在摄像头监控范围内的 灯火通明的酒店走廊里 这个几平米的小隔尖毫不起眼 现场痕迹检验显示 这里有宋清云和徐亚丽的DNA残留 考虑到两个人的关系 事情似乎已经很明显了 不过这里达到我们的目的还差得远 我们对所有楼层的类似工作用的隔尖 都进行了微量物证的检测 结果令人振奋 在其中一个杂物间的地板上 检测出大量血迹和DNA残留 经过痕迹检验 可以确认是徐亚丽的血 以及高飞的组织残留 再次走进审讯室的时候 高飞的表演已经毫无意义 重新找到丁林的时候 他脸上露出了掩饰不住的愤怒 你们调查我的行踪干什么呀 我是受害人的妻子 却成了你们的怀疑对象 这道德吗 丁林女士 我们对很多宋清云生前接触过的人 都做了调查 并不是只有您 话说回来 您是死者最亲密的人 当然也在调查之列 事实上 我们还真有一个最新消息要告诉你 不知道你清楚不清楚 你的丈夫有一个情人 他神色变得暗淡了 人都死了 说这个有什么用啊 请你直接回答我 你知道不知道 他有个情人叫徐亚丽 不知道 我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那么 你认识一个叫高飞的人吗 这一次 这一次 丁林沉默了 几秒钟之后 他昂起头来说 不认识 你认识 他就是那个你丈夫死了一个多月后 拨打你电话的陌生人 这一点 你不否认吧 坦率的说 之后发生的事情 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那个电话 本来可以给你死去的丈夫一个交代 但你却把它变成了死亡的号角 丁林脸上的表情慢慢变了 你想说什么 很简单 现在是你说出真相的最好时机 否则 你一定会后悔 我 我不知道他叫高飞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虚亚利的死亡提醒了我 我们提取了你近期的通话记录 从通话频次来看 有很多不同号码的座机 曾经拨打过你的手机 虽然这些号码都不同 但这些电话的归属地 都是你丈夫死亡的城市 那又怎样 我接到过很多来自那个城市的电话 这能说明什么 我们不用检查 也知道你已经把通话记录给删了 但你不知道 技术部门是可以重新恢复的 你是个生意人 职业习惯 让你始终把通话设成录音状态 所以我可以断定 你的手机里 一定曾经存有那些通话的音频 而在进这个房间之前 我们已经收掉了你的手机 当然了 不排除你把和他的所有联系内容都删除了 但这不是问题啊 问题在于啊 有些物证痕迹的东西 你是无论如何也清除不了的 而且我们已经找到了打电话的人 也就是你的帮手 高飞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的指甲缝里 可能还残存着 徐亚丽的皮肉碎屑 毕竟要徒手勒死一个人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据我所知 即便是高飞自己 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 除非有人帮忙按住 徐亚丽的手臂 当然了 根据高飞的供述 你做的远远不止 按住他手脚这么简单 我唯一没想到的 是那个勒死徐亚丽的 竟然是你 坦率的说吧 我一直都以为 你没有这个胆量 现在看 我小看你了 不过我记得 你曾经用烟灰缸 打破了你丈夫的脑袋 我说过 你力气很大 你胡说什么 丁林一下子站起来 嘴唇在那哆嗦着 你们污蔑我 血口喷人 没有查出杀害我老公的凶手 却把我当作嫌疑犯审讯 我要投诉你们 尽管去投诉 不过有一点你说错了 我们已经查到了 杀害你丈夫的凶手 不过这一点 想必你早就知道 你什么意思 丁林气势汹汹的看着我 眼睛里似乎要喷出火来 因为凶手已经死了 你很清楚 事实上 他死亡时的情形 和你丈夫如出一辙 我一直觉得奇怪 如果你事先已经知道 丈夫是被虚亚利害死的 为什么当时那么 情真意切的晕了过去 后来我明白了 那时候 一切对你来说都是意外 你的所有表现 都是真情流露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无法看出任何破绽 因为你根本没有伪装 但后来 一切都变了 我想 事情开始出现变化 是从高飞主动联系你开始的 出于私心 高飞告诉了你真相 是虚亚利毒死了宋青云 因为宋青云 发现了虚亚利水性羊花的一面 怒不可遏 扬言要让他身败名裂 把所有花在他身上的钱 加倍索取回来 虚亚利一定是相信了他的话 而且他也很清楚 宋青云是个很有能力的律师 所以这不仅仅是种威胁 很有可能付诸实施 起码虚亚利是这么想的 我不清楚他们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协议 但宋青云是个律师 如果想利用法律做什么手脚 让虚亚利人才两空 这并不难 这就是他毒死宋青云的原因 当然了 这些呀 你都已经知道了 这跟我没关系 再说一遍 你们不要血口喷人 虚亚利是凶手这事 我也是刚从你们这儿才知道的 韩东升这时候说 但你杀掉了虚亚利这事 我们都知情 猜猜吧 是谁告诉我们的 叮铃的头慢慢抬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女人眼里看到浓烈的杀气 我没有杀人 他竟然笑起来 面目扭曲 在高飞的供述之下 我们找到了那根 你用来勒死虚亚利的绳子 上面有你的指纹和虚亚利的DNA 你可以看看检验报告 我拍拍桌子上一份薄薄的报告 叮铃的脸色变了 我还可以告诉你 这根绳子你确实扔掉了 但是被高飞捡了回来 这个男人很有心机 这是他给自己留的一条后路 据他供述 你们的所有对话 他都有录音 你确实计划的很周全 但这次被算计的人 是你 胡说 他不可能告诉你们 他不敢 叮铃脖子上的青睛鼓起来 像是一条条蜿蜒的蛇 他敢 你小看他了 高飞可不傻 他清楚 你这么聪明的女人 是不会轻易被控制的 想必从告诉你 宋青云死因的那一刻起 高飞就已经做好了 防着你的准备 据他供述 他除掉虚亚利 是因为对他的蛇蝎心肠 心存忌惮 更因为他一边和别的男人在那欢好 一边威胁高飞忍气吞声 甚至私吞了当初说好分调的赃款 也就是宋青云给虚亚利的钱财 但你的理由就直接多了 因为虚亚利杀了你老公 宋青云 我不清楚 我不清楚他是出于什么心理 才主动联系你 但让我吃惊的是 你竟然同意了他的建议 高飞一直都没有说原因 但我得承认 他和虚亚利开始模仿宋青云的声音 混淆你的视线 让你误以为老公还好好的 这手段确实很高明 但我一直有一点想不通啊 你为什么要主动告诉我们 那声音有问题呢 当时我们被困在这个难题里 而根据时间推测 那时候你已经知道了宋青云的死因了 换句话来说 你为什么不报警 直接告诉我们凶手是谁呢 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了 我们同甘共苦一路扶持才走到今天 他变心了 找了别的女人 我虽然很伤心 但还没有绝望 直到那个男的说 虚亚利利用老宋对他的百依百顺 和他模拟我们夫妻间的通话 还给老宋录了音 这是我们夫妻间最后的亲密 他居然也要夺走 而且是为了除掉老宋 听那个男人说 为了不被我发现破绽 这贱人还诱导老宋 录了很多不同的对话内容 已被挑选 那个贱人 居然利用这点来对付我 他居然精心剪辑了老宋的每一个回答 就为了迷惑我 让我以为自己的老公还活着 你说老宋已经不在了 我回家听了那段录音几十遍 等我搞清楚 浑身都凉了 他们只剪辑了大段的回答 但话语中间的停顿 却被剪掉了 所以老宋说完一段话之后 习惯性咽口水的声音不见了 我搞清楚这一点不久 那个神秘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我那时候才知道害死老宋的 是那个毒辣的女人 这个贱人给我放录音的时候 老宋已经身上压着石头 飘在了那个野外酸臭的水池里 我们夫妻间的家世 竟然变成他用来迷惑和羞辱我的砝码 老宋的确对不起我 但这个女人做的事情比他恶毒百倍 他必须死 我知道真相的时候 浑身都被汗湿透了 脑袋里像是被人放了一把火 烧得我心脏都疼 坦率的说 即便那个男的没有联系我 我也会去那个城市 亲手干掉那个女人 他打给我电话 只不过给我提供了一个 实施计划的帮手罢了 当然了 他也不会活太长 我不傻 凭那男人对老宋死因的熟悉 他脱不了干系 但徐亚利才是罪魁祸首 我得首先干掉他 你说没想到 我会牵手勒死他 那你想到过老宋 被他们绑着扔进水池的样子吗 老宋是该死 但不应该死在他手里 更不该像条狗一样被抛在水池里烂掉 所以我勒死徐亚利之后 我没有一天后悔过 你问我为什么去告诉你们 最后那通电话有问题 我说不上来 但我觉得是老宋回来了 借我的口告诉你们真相 我的想法很简单 这样至少可以撇清我的嫌疑 但我不会去报案 我要亲手杀了他 我看着眼前 这个被悲伤和愤怒 扭曲了的女人 许久没有说话 这一切从根源上来说 都是因为你老公 送清云的出轨 你没想过这点吗 是的 他才是罪魁祸首 我从来没有说他没错 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 但我忍不下那口气 如果没有那段录音 我只会把所有的过错 归咎到老宋身上 是他活该 但那段通话录音 改变了一切 那是对我的羞辱 徐亚利 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 这个时候 那个男人送上门来 我何乐不为呢 我许诺给他一大笔钱 于是他把徐亚利打晕之后 装在行李箱里拖出了酒店 然后我在他的宝马车上 勒死了他 我们把他扔进了酸池 就在老宋被扔的那个厂房里 刚才你也说了 没想到我一个女人力气这么大 对了 把徐亚利的尸体 扔在那厂房里 也是我的决定 那才是他最好的归宿 两个月前把老宋推下去的时候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 下一个死在这儿的人 就是他自己 据我们调查 当初宋清云的尸体 也是被装在行李箱里 运出酒店的 徐亚利和宋清云死亡的过程 如出一辙 你说的对 做这种事情 高飞不是第一次了 丁林一愣 半天没说话 很久之后 他叹了口气说 那个行李箱 一定很大 老宋走起路来 糊糊生风 踏不留心的 最后死得这么憋屈 难怪他死了 都要回来找我 给他报仇 丁林再次抬起头的时候 抑制不住的泪水 顺着他泛红的眼眶 滚落在冰冷的地面 我站在已经开始 变凉的秋风里 很长时间都没说话 直到韩东升 默默的出现在我旁边 他像是做出了一个 艰难的决定 皱着眉头 思考了很久 问 你说 这到底是一种 什么感情呢 自己的老公出轨了 丁林却为了给他报仇 不惜以身释法 但我总觉得 他其实也没有 那么爱他老公啊 东升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丁林和宋清云之间 短暂的通话 是他们最温存的瞬间了 外人看来不足挂齿 但这几分钟 语气普通的闲聊 是他们繁重的工作 和生活之中 仅存的欢愉 这是只有老夫老妻之间 才懂得的情爱默契 所以啊 这种对话 对丁林 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甚至比激情迸发的性爱 更弥足珍贵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 徐亚丽早已经做好了 除掉宋清云的准备 这种刻意的模仿 不过是混淆我们视线的手段 但对于丁林来说 这是捅在他心口上 最致命的一刀 你说的对 丁林确实没有那么爱宋清云 我想 从听到宋清云 对着另一个女人说出 只有对他才会说出的话时 他就已经绝望了 之后的疯狂和奋不顾身的杀戮 不仅是为宋清云报仇 更是对夺走自己 最隐秘情感的报复 从告诉我们声音有问题之后 丁林就已经被仇恨蒙蔽眼睛 丧失理智了 同时这也验证了 我当初的直觉 宋清云和徐亚丽 模拟对话时 有着细微的改变 感觉更缺少随意和温情 从这点上来看 宋清云应该是心存内疚 他还爱着丁林 不过现在谈论这些 已经没有意义了 谁的心底 都有不能触碰的禁地 外人一旦踏足 必将万劫不复 师傅 你这话说的 我都不敢结婚了 婚姻是座迷城 城内和城外 都充满着纠结矛盾的人们 永远不要凭借表象 去判断别人 毕竟有时候城里 已经血雨腥风 但城外看过去 还是歌舞升平 所以啊 不要偷偷的出城 特殊职业故事 下期再会